刑事局警方尋現逮捕詐騙犯 搜查了藍色跑車 還是嫌犯利用詐騙贓款買來 可見不乏所得十分驚人 嫌犯在一百零四年底以來 總共既有知名被害人 女子受到的那個詐騙 金額高達一千多萬 流行嫌犯在加入軟體Btalk 隨機找尋被害女子 以幫助投資能在幾個月内 翻倍為由取信女被害人 讓對方寄送存折和提款卡後 利用這些提款帳號 辦理車貸信貸取得更多現金 最後嫌犯將這些被害女子戶頭的錢 提領一空 斷絕聯繫 查獲有四名三十多歲女子受騙 一年多來總共被騙走一千多萬 警方在臺中大理逮捕流行嫌犯 查獲存折和提款卡 嫌犯利用髒款揮貨 如今只剩下八萬三千元現金 而為防止還有其他人受騙 警方也繼續追查幕後同貨 記者周天杰 吳子儀 台北市報導